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油麻儀 贏者 學馬仔 上集介紹了一堆新番 我又被人投訴 投訴什麼呢? 不夠正面 這樣也不夠正面嗎? 那些人說我經常笑 笑好像恥笑 我今集就不笑 我們先聽聽聽 但不算Q啦Q啦 因為已經錄了 好 另外還有就是 12月我們都會 照我們一往的慣例 都會搞這個 年中的聽眾聚會 詳細的東西當然是 全部都是未定的 包括玩些什麼 在哪裏 玩些什麼是懲罰電話 好像有什麼主持都不知道 看看有什麼人 大體上大家都會出席 我想是 剩下鏡花 可能會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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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放他走 沒問題 你覺得這樣還是不敢來的 重點是來給錢 我都可以的 我都歡迎 不過獎品方面 大家想問 找到惡芝華的精品嗎? 肯定沒有 都說了 自己畫 不敢拿一張惡芝華的電話 你拿一張惡芝華的電話 找個普枕套 印上去一邊 OK 你是不是先弄 沒有什麼資源去弄 我們今天第一套說的新版 就是 夜行寫說好看的 我不是說好看 但我不會覺得你們說得那麼差 我們對比一下 《驚蛇》之時有幾套 這套簡直是免得合格 不過大家先說說 第二屆《驚都動畫大賞》的 奬勵作品 《驚都動畫大賞》 《驚都動畫大賞》 即是他有原作的意思 是半原作 因為之前也說過 《驚蛇》 他自己做了一些輕小說的活動 他有一些原告 他就拿來動畫 所以叫做半原作 那是不是小說已經出了街 出了三卷 故事就是發生 學圈故事 在一個學園裏面 突然間有個女學生想自殺 好像想自殺 男主角 本來想不理 一個正面思考的人 絕對不能夠放棄一些 救妹子走後谷 他絕對不是救妹子 他絕對是想救眼鏡 我也是這樣說 眼鏡即是滿體 沒錯 他正面思考的想法就是 他覺得眼鏡是不應該弄壞的 沒錯 因為他一跳下來 眼鏡一定會碎 為了保護這個眼鏡 就走上天台 嘗試阻止褲眼鏡跳樓 這個位置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眼鏡就拔了一刀 不是眼鏡拔八刀 戴著眼鏡的女主角 戴著眼鏡的女主角 未來就拿了一刀 她叫未來嗎 她不是叫Yui嗎 完全是一個餅印 哦 也是 我不否認這件事 不是 你一看起來很有氣勢感 她的性格完全一樣 買驚寫的動畫 你都知道她畫的東西 不是啊 你看看上一套 上一套多突出 你看美月 多正 不是上一套 那個什麼 冰果 那套 V B B 這是一件事 沒有設定 你有沒有看見 男主角在哪裏出現 沒有 但這套男主角在哪裏出現 那裏出現 冰果 有些印象 多麼懶 男主角就是冰果 女主角就是 K-On的Yui 然後有個女兒配過就是K-On的Mio 嘩 完全 說定都難 差很遠 差很遠 你別這麼看 不是啊 黑長者 我姓差很遠 樣子是差不多 你覺得是姓有轉助 有嗎 最主要的故事就是 一開始就這樣 插死了 插死了 是死了 是死了 她說不會死 買名就是意願報得 打算勸你不要自殺 女主角一把刀痛 我被自殺你勸我做什麼 那也不用一把刀痛下去 她重要當時是 她跟著的解釋就是 她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妖夢 有這樣的事 是 感覺到她是妖夢 然後就說 就是這樣就想插她 你的故事 一開始就已經說到 那不是很有趣 插完之後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不死 然後就因為主角不死身的關係 然後就 不死身最好的方法就是 那一年是 練這步有用嗎 她既然是不死身 是 練這個殺人的技巧 反正殺她不死 是女主角拿她來開刀 練這個殺人的技巧 她就是作為一個沙包的獲食 即是無瑕斯羅沒有賊怪 正常來說 如果你不死的時候 她不會獲得任何經驗值 你是第二的設定 不是 打一次才會有經驗值 打那麼多次是沒有經驗值 作為一個 你看她的身手 其實這套東西 我覺得有些 應該說是挺尷尬的地方 我是很不了解究竟 未來究竟是屬於厲害 還是不厲害 我覺得她的戰鬥技巧 因為她的血統關係 是有在 但是她 作為她本人 作為普通人的角色 是很笨拙的 那些 故事的第二集 也算是達到的 你看到她的戰鬥能力沒有問題 但是她心結的問題 沒錯 她不敢殺手 反而限制了她的行動 但其實 如果她說這件事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看回 我忘記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未來其實是不敢 連妖夢都不敢殺手 我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她這麼一把刀 在我主角上 我就說 我就說 這個幕是很奇怪 再奇怪也有 第三集 你分析了這個問題 既然她有這樣的心結 為什麼她夠淡一把刀 躺在主角上 這個是一個謎 這個其實我覺得 也是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她之前 其實已經 她第一集沒有說 但她之後有說 她有些背景 而 有些心理陰影 但是她 一開始 那一幕 就是她第一次見到 男主角 一刀躺過去 我覺得 她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陰影 應該這樣說 前節我們看她跳樓 到她插主角那一節 之後 到她知道主角是不死身穩 她是練這步之後 根本是兩個人 性格上是兩個人 你看到她的感覺 她是兩個人 之前你給她看過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 對妖夢 很憎恨 對 毫不留情的妖夢殺手 然後第二集告訴你 其實這人是爭底的 所以我覺得 第一幕很奇怪 變成第一幕的情況很奇怪 最重要的是 你找主角來練等 你找主角來練等 拿來克服心理陰影 我也可以的 你可能在一個很正面身 就說 這傢伙殺不死 我殺死下 我殺到麻木了 那我便 對其他東西 都可能會覺得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切菜般切的 其實是 切死瓜 但是 又給不到我的感覺 就是 她切主角 她又不是可以令到 在之後的劇情裡 她得心應手了 她都自然是說 插到最後 出必殺那一下 要殺死對手的時候 她就停了在那裡 這個就變成三節 由你開頭 好像你好酷 好猶豫 好利落 一刀就插死主角 然後到就是 原來你 原來是有心理陰影的 然後你找主角去練等 然後 找主角練等 但原來你也是搞不定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做那麼多事情出來 做什麼呢 為於沒有提到第三、第四 那些犯法 其實你越看下去 這東西其實越怪 我覺得是第一集 那個位置是怪的 不怪的 你跟進去後面 就是她說 我殺人 然後這套東西 還有一個設定問題 就是 其他角色 我們一直講到 去介紹 然後已經講到 就是 剛才有馬說過妖夢 那個什麼 虛夢之王 對 西非來了 前無古人 後無奈者 這一這一節 中間裡面 就是一大部分 我們少一下 這裡的套路 是很划算的 我跟之前遇出一竅 接著講到一件事 就是當主角 跟妖夢之王同化,然後被未來一刀插死 然後那群PK就出那群所謂的 其他人叫我不要說粗口,我不會說粗口 PK也不是粗口,對不對 Q而已,沒問題 那些人叫我們說,主角秋仁受了很受重的傷害之後 他就會妖夢化,然後又說,哇你這群死子 之前未來不斷捅他的時候,你們完全不說這件事 就是你覺得,哦,捅他一刀其實是不死的 不是,我覺得可能這裡有些分別 你叫太快了,說下去 虛夢之王的勁,幾個A級的戰士上去都是會輸的 但是我們女主角一下兩手炸弱的勁 我講的是設定問題,就是說原來每個人都殺有戒事 殺有戒事,他們是有些東西,這個我們在講當中的關係 殺有戒事,他們全部都是主角秋仁受了很嚴重的傷害之後 他就會叛擾說,你明知道這傢伙就是幾個A級的人 都未必壓得住他的 然後你就覺得,嗯,給未來的兩人都沒事的 關什麼事,等等 美瑜負責安排監察他,但那時候他在家,他不在 然後其他三個人,我懷疑他這個世界是發生的 你第一集也看到美瑜,看著他就知道 又是那傢伙來殺,又是那傢伙來殺你 嗯,行了,你自己搞定他 還要叫自己做監視者 哇,你這個監視者真的看了 原來,當時那些人是三個人,是等他被人恐死 就有些出來,就夠了 不是,應該有些分別,應該他不是承受傷害而妖夢化 應該我覺得他是,他那幕和未來插他那個 那個狀況 他是說,如果接近死亡的邊緣,他就會 妖夢化那邊就會佔據她的身體 所以我一聽到這句話 我立刻想到這件事 你們那幫保護者、監察者都真的覺得 你們看得出來那一刀不死 已經看得太多了 可能就已經是 覺得這一刀由左邊45度割去 如果5cm之後才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你又不出去救她 不是啊 看得出來那些小妹沒有了道 由得她啦 這個固然是我們會說的 設定方面有些人不斷打自己的嘴巴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說的是角色 其實她在這裡說到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些包袱 你可以說一些負擔在裡面 背景 未來就因為 剛才一開流說 她因為不小心殺了 之前照會她家庭那位大姐姐 她覺得自己殺了人 她應該是無言無教的 然後她有個家庭接收了她 那個家庭裡面有個 跟她差不多年紀的 好像她姐姐的 又是 二波衛 然後 不知道經歷了什麼情況之下 她說錯手就殺了這個殷仁 因為她被虛夢之王入侵了 所以她被虛夢之王入侵了 所以她被虛夢之王入侵了 所以她被虛夢之王被虛夢之王入侵了 所以她被虛夢之王入侵了 然後這一節 固然秋仁有 剛才我們所說 秋仁看資 好像周圍都是她的朋友 周圍都是和她很友善 但其實她只是一個被監視者 被監視的對象 嚴格來說是一隻白老鼠的情況 不是 我想其他人知道秋仁的狀況 而安排在她身邊 叫做24小時全天口監視她 不是 女主角經常說 我是嘴唆的 我又不瘋 然後她就說 那個情況叫做什麼呢 那個情況就是 你慘? 我比你還慘 但女主角當時不知道 這正正就是 二人姐提出的問題 在這個情況之下 OK 即使主角有自己的重擔 可能重擔比未來更加嚴峻 但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 而在故事裏面 其實她應該是要靠 阿博神和美穴 其實一直 不是 她頭那幾話 其實都不會告訴你 頭那幾話 其實你 就算 開頭幾句話 你不要靠得她太近 等等 其實 對我來說 如果你作為 就算你和她幾好朋友 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以使命優先的人 你給不到嚴重性 或者是 帶出了一些主角 是有什麼背景 因為 因為 到了她為了說服未來 而在她家門口 和她對話 那一刻 你會覺得 主角說話沒有份量 到了 你知道主角的事情之後 你會覺得 為什麼你不早一點去投資 不需要讓未來知道 但你應該是讓觀眾知道 不是 其實我反而覺得 她這樣 隱藏了男主角的背景 那樣東西 想在 女主角 常常覺得自己被古纍 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怪物的存在 反應的落差 就是說 原來 男主角為什麼常常常都 跟她說這些事情 其實男主角自己感同身受 她想帶出這件事出來 但這個也會關乎我一開始說了設定這件事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這些設定的東西他要早點說 而且現在的設定和設定之間 因為如果早點說的時候他戴不到那個效果 就是為何男主角會這麼關心女主角 其實這兩東西相互相承認 錯了 男主角關心女主角因為他戴眼鏡 眼鏡未笑了 這個是表面的原因來的 我覺得是實際的 你不要搞錯 不是 這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他作為一個被監視者 在這類型的劇情裏面 他應該其實是我們在頭兩者之中 雖然看到他有一些自由 但其實你應該看到他可能 你當在家裏面周圍有條人 好像偷窺窮一樣在監視著他 因為他是一個不穩定的存在 但沒有了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其實你一開始說 我不需要靠微月或者靠博神去說這件事 他可能覺得對他來說他已經有一定的友情 其實他也不想 他也說我信任你 你不會亂來的 但是你要報告這件事出來 其實他有些隱憂在這裏 而你才會想雙雙臂 因為不是的話 你現在出來的情況就是 在那一節裏 你會覺得 男主角是沒有一個份量去阻止到未來去做任何事 當然你說 之後再說回來的 但是你在那個劇情 其實我們也是這樣說 在說一套動畫 頭幾集其實很重要就是一個鋪排 如果你在這裏 你跟我說 我覺得你說話沒有說服力 其實可能會不看的 其實你這個沒有說服力 這是他想帶出來的東西 因為你站在那裡的時點 他不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他沒有說服力是很當然的 所以為什麼他要發男主角的脾氣的時候 就是說你怎麼會知道我感受 而這件事 沒錯 你或許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正正就是 當男主角再次出現的時候 他是說服了女主角 在他未妖夢化之前 他是說服了女主角去做話的行為 這樣的話就是說 一時一時 只不過是劇情需要 我需要不需要讓他說服到 這個是我覺得 《警戒之比方》裡面其中一個 還有我們一開始所說的就是 他一些設定的東西在自己打自己 令我覺得整套東西的結構不通順 前文後理是錯了位 當然你可以說夜人者說的東西 有道理 我感覺上 你想給一些服膳出來 但是所謂的服膳 不是服到看不到 就是秘密兵器 不是秘密到永遠都看不到 到我公佈那一刻 我才知道這件事是秘密兵器 服膳的定義是 我要在那些端來 但是在 博神和 臭人 或者魅瑜和臭人 不是的 其實這個服膳 一開始已經報告出來 不過你沒有說到這幾 沒有 因為我們一直 感覺不到 半妖究竟有多恐怖 不是 其實它有帶出來 就是一開始已經帶出來 就是第一集 他捅的時候不死的時候 已經帶了少少 如果第一集死 他應該立即妖魔化線 我們看了這麼久就知道 這裡有不死身的 跟他幾百個 要介紹很熟的 普通人來說 你不會不死身的 他肯定是有些東西 才令到他不死身 你看到很多人 這個人類都是妖夢 那就是合理八男爵 其實都是妖夢 應該說 那個stack其實是什麼 夜人姐講的問題就是 一開始見到就是主角不死 他作為一個特殊 特殊 不是人 不是普通人的存在 但是 他是很特別 但是周圍的人 都是特別的人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普通人 因為周圍的人 一個 但是不知道 周圍的人都是妖夢 他認識的人裡面 全部都是妖夢 而他只是一個半妖夢 現場來說 但其實他說的 說妖夢的人不行 他沒有說到普通學生 那裡 他建立 應該這樣說 我們看的事典裡面 即使是任何 我覺得是動畫類型的東西 我們 他的世界怎樣設定 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們看到 主角身邊接觸他人 和主角視典 或者我們觀眾視典 看到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就是 他身邊的 全部都不是普通人 應該說動畫有講的 他旁邊的班 全部都不是普通人 這個是很正常 所以我不是說 他沒有說到普通學生 有幾多 所以你不會覺得 首先第一點 你提出說 他是一個特別的人 沒錯 在第一幕那一刻 我會覺得是 但是在三分鐘之後 我會覺得 其實這句話 都是一個普通人 當你知道他旁邊 那些 有名有姓 那些全部都不是普通人 的時候 你可能會這樣想說 你看到他媽媽 自信電郵 你就知道 他可以保持一個正常的 你已經覺得 阿里吉弟 其實我會覺得 那個劇情 劇理上 因為我其實老實說 我看這些所謂的 你說你有一些設定 尤其是說 有一些系統設定的東西 那類型的 你有一個system 這個妖夢事 是有一個system 妖夢又有一個世界 又有一個system 的東西 你設立了在這裏 但是你不要告訴我 是 你說那一刻 就已經是打破了之前 這個 最佳例子就是什麼呢 就是 魔法禁書目錄裡面 右手歌 跟他告訴你 他是可以消除所有 特殊的現象 但是他不可以消除 已經成為物理的現象 然後你第一幕 就要想 他被美琴殿蓋 他已經死了 這個不同作品 你不要用其他作品來 他這是發了 同一句的錯誤 同一句的錯誤 就是說 這傢伙經歷 最接近死亡的一刻 他就會妖夢化 他就會爆發 但是第一幕他就被別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 不是同樣的情況 他不是受到傷害 他應該是因為某些事情 我相信 但是他第四還是第五 他完全是說 他完全是說 這傢伙如果太過接近死亡的話 不是 他太過接近死亡 是什麼意思 太過接近死亡是什麼意思 太過接近死亡才會發達 但如果死了就不會有事 我明白 我覺得應該不是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他會被人入侵 或者是心靈上的事情 不是 這個我100%輸 因為那個位置 我重複看了三次 我看著他那句 就說 真的受到過重的傷害之後 然後就說 我就想 被人插心口 被妖夢市長插 其實都不是一件 被未來插 是不是一件 不會導致死亡的事 即是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解釋 你贏 我告訴你 我輸 他心口在右邊 不在左邊 我們 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這樣解釋 我只會說 你贏 我輸 但你說服不了我 我說 不是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不像你們那樣 所以 我怎會在這個位置更堅持 因為我看了三次 我大反應是前面的部分 虛夢中的那樣誇張 然後被鬥臉 他說很多A級事都死了 但未來他已經解釋了 這個叫做什麼 是為了創所謂的危機製造 我明白危機製造 但你做了危機製造 這些都是什麼 其實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有很多 招公式去寫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見的 你好像無論我們最初期看的 可能唱下那 那類型的有超能力的 在一個城市裡面發生的故事 他都會說到第一個 敵人很可怕 我已經殲滅了幾多 火舞戰士 但是我一個火舞戰士 我就可以做下你 對 但是 但是 正正是因為 下藍那些 我是給那些所謂的A級 更高一級的火舞戰士 所以我會贏 就是比較狠狠 但是 而這裏最大問題就是 未來 他們很肯定就是 這傢伙 只不過是一個B4 他又沒有說我說B4 至少他不是一個一流的妖夢士 這個有點不同 因為如果他不是一流的妖夢士 只不過是沒有參與實戰 那可能他天分很高 前面之前打第二次 可能比你所謂的A級妖夢士更加厲害 這個不出奇 這個我覺得是不出奇 我明白 贏人者的意思 但是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這樣的 鋪排 你要覺得這個人有潛在的能力 他突然爆發小宇宙 第六感覺醒 總之他能力很高 使出這個天馬瑞星拳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要知道 和這隻Pover有怎樣 因為我用回到下藍的例子 下藍其實他沒有打贏過第一個BOSS 他是靠第一個BOSS老殘 用把槍射他 然後令到防勢之王在意 而打爆了他 實際上下藍是沒有打贏他的 這個就是讓我知道 你有小宇宙你超強 但是你這裏 我就見不到他有小宇宙他超強 這個我覺得他的戰鬥能力強 這個是沒有可能 而本身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妖夢之王有幾經 妖夢之王厲害的地方 只是看出你的心靈創傷 然後用你的心靈創傷去對付你 這件事其實好像很大 精神攻擊 好像很大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陰謀面 或者他不想面對的事情 但是你已經明白 未來就是他一看著之後 他不用收起來 他就說這個不是他 太快了 那一幕你意思是在一個 好像列車的位置 然後突然有一個好像寧寶麗 捉著他 然後跟真志同化 那一幕他猶豫過 但是在男主角在後面叫他 才可以怎樣 不 都是說那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回應 我會回應剛才我們說的 男主角一直說話是沒有份量 因為我們在這一刻為止 都不知道他有多少沉重的苦心 就是他不是 女主角都不是因為 男主角有什麼隱藏實力 只不過說作為男主角 他是很親近他而聽他說 我都可以這樣解釋 有一個這樣的解釋 但是在我的部分 我會去看一件事 男主角一直對他來說 這傢伙根本不了解我 根本不知道我做什麼 而且這個很證明的 如果主角不能說服他 因為對殺死阿維這個心理陰影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創傷 一個很大的創傷的時候 一個男主角 對我來說 一個暫時沒有份量 說他背景有幾個人 他說他不是他來的 而你還是被這個心理陰影持妖的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靠這一句 而令到覺得這傢伙不是他 我一定要斟殺 我不用贖罪 I'm sorry 我有保留 我覺得未必一定是 你說得那麼嚴重 是要聽 男主角這樣說 我要這樣做 他純粹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這樣的經歷 而他一直都沒有什麼朋友的時候 男主角可以第一個 切入他那個 他佔有他心目中一個很特別的地位 即使他講到男主角 不是有什麼份量的敬人 他只要說的話 身為一個朋友說的話 他聽我覺得又不是很特別的事 我想一看兩面 大家可以自己的解讀都不同 我們只是分析我們每個人覺得這個位置的解讀 最大問題就是 那一集就鋪了阿維的妹妹出來追殺他 這個我反而覺得奇怪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地方我反而覺得 未來的心結 他當時殺了誰有多後悔 那你可能用半集鋪他 我都沒有所謂 但那集其實沒有 但問題是他妹妹好像一開始 就一出來 對他 但我又不知道那個人是什麼 我又有那個人是虛夢之王 死了 這個我是覺得奇怪的 即是那句 他就說結構的問題 其實那集不是這樣做的 但他做了些事情 浪費了時間 就是這樣說 他把很多輕小說 我們常用到的套路 他有放進去 我也有留意到 大家剛才聽回我 剛才我講的 我已經舉了很多不同的例子 是一些輕小說常用的 但我不知道他找到一些常用 但有問題的設定出來 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是 然後他鋪排下去 他的角色就是太散 因為就是 我們剛才有兩個角色 一直都有提到的 美瑜和博神 認識過兩兄妹 這兩兄妹 其實因為 我本身為何 我會覺得 沒有份量 對主角的衝擊位置不是很大 因為作為監視者 他們兩個 對他來說 這個認識了這麼久 從開始真的監視 到發現出友情 這個階段 在這幾集裡 主角會行動 而且博神 很了解這位朋友 就知道 你一定會行動 但是 我沒有去阻止你 但是我不阻止你 但是你也知道這件事 是有多嚴重 沒有嘗試去阻止這件事 最壞的情況 作為朋友 我不敢說你失格 但是作為一個監視者 你完全失格 不是 但是這件事 有些保留 那時候的劇情是說到 男主角是突然間自己衝進去 他本來都沒有去找女主角 他突然間 博神就說要阻止 香港 有導他 但是美月不小 不是 有些出入 博神那班人採取的策略 就不去阻止 是不理 無事 等那隻東西經過這個陣 離開了才後 那就算了 他本來採取的策略就是這樣的 但是 但是未來就是因為 他之前的背景 而他要對付這隻東西 才產生了後面的劇情 就是因為一體裡面的事情 因為他本來鋪排了 這個城市裡面的妖夢市 而他們在這裡的當家 就是情報分享 他們其實也很深知道 一件事 因為他一開頭 無論是美月或者博神 都叫他不要再接近美月 他們其實是一定的承諾 我會這樣去理解 他們是知道未來是為了 以孟子王而來 而來到這裏 而他們在發展之後 就是知道 博阿秋仁 是很在乎這個女生 不只是因為眼鏡的關係 這件事 深刻不重要 而你知道這個情況 你也認識了這傢伙這麼久 也知道他可能是一個 是一個右手歌 他是無論什麼時候 他都要出面的 即使他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危險 美月 我覺得可以有保留 他未必去阻止 但是 以博神 即博神 他的mindset 博神 其實他是一個 魔法禁止毛的 土御門 他是一個 他是你的朋友 但是 在朋友之上 更加集中的就是 他的職務 所以其實你看到 第一二集裡面 他講的就是 很多事情 博神是知道 但是 衡量友情和職責裡面 他是以職責為先 我在職責上 我不應該說這個情報 所以他以職責來先的話 如果你用這個mindset去想的話 就是 他不阻止 阿臭人 這傢伙簡直是不知想怎樣 即是失職 即是說 狗簡般那個人 沒錯 我覺得美月不阻止 又不出席 美月可能想他 美月 我覺得他的能力 未高到這樣 美月你可能說 他是一個很情 情報向的 他的情感 都會是 以情感先的人 所以我剛才說 美月我會有斟酌 但是博神是你真的不能爭辯的 博神是真的 所以 我這樣看 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走這套 走這套 走一套輕鬆向 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I'm sorry 可能我認真了 輕鬆向 輕鬆向也不會那麼反應 輕鬆向有些 可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我認真了 是我認真了去看這套 設定上去看 如果你日後的走路 你還是走這麼同性的路線 我的觀點 我一定會用回我看一般 這類型的作品的觀點去看你 去看你 不是我喜不喜歡你 是我覺得你手法真的有問題 因為你 這件事 會不會純粹是 角色個人有問題 不是動畫有問題 角色劇情編排有問題 動畫都有問題 我不敢 聽小說我沒有看過 我只是以動畫來說 我覺得他的編排手法有問題 這個不知道關不關原作事 所以我不會說是製作群的錯 還是原作的錯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 很明顯就是 因為他現在的計劃 大家都知道 在第五集裡面 妖夢之王那顆石 被人回收了 然後有想放一個陰謀出來 然後就說 這個世界其實在無限擴大 但是 他裡面其實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他都未解釋得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有點擔心 例如 他還困在一個小學校 在小浮室 不是 伴繞夢究竟是 什麼存在 伴繞夢 他們各人 無論 美玥和博神 他們自己本身的背景描述 未來 你唯一說得多些的 是未來 因為未來 其實 潮口已經沒有背景了 只要搞定妹妹 其實這個女主角已經變成配角了 已經可以 她的背景都交代出來 但是這個 不是 沒有了 她的心結隔了 應該這樣說 她現在可以成為一個殺手 因為她已經可以狠下心場 一撞到妖夢裡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剩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面對她妹妹 如何搞她妹妹的心結 為妹妹的心結 我覺得那裡有些事情都沒有說 我覺得她 她之前的事件的情況 她不是交代得很足 所以就是什麼 因為這些 所謂這類型的劇集就是 一個BOSS BOSS退場的期間 她可能會帶了少少後遺症出來 但是 她基本上要解了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那個妖夢之王的東西 沒有解過 一些妖夢的 一些細質的東西 其實你覺得她好像有講大 你認得這個 妖夢其實很簡單 就當是另一個種族的存在 而另外就是妖夢是那些人 因為其實她想做到 我為什麼說 我很難用一個很輕鬆的角度去看這套 她放了很多這些很沉重的設定 很制度化的設定 在裡面 我就會不其然 你意思是打怪跌石頭 石頭可以換錢 打怪跌石頭這些 這幾個是常識來的 打怪有錢 不是吧 是常識來的 打怪是不應該有錢 她唯一的輕鬆位 就是 好像剛才 《夜人者》你們都說過 一些 就是說 拿了一塊石頭 原來就寄了錢 這些所謂的輕鬆位 但這些其實只不過是緩和 即是緩和氣氛 但不是 成為一套輕鬆作品的 理據 所以 我也不會覺得這套完全會走輕鬆向的 所以我擔心 其實她高不成低不就 她想看輕鬆的人 我輕鬆不到 我認真地看你的 好像我這些 我認真地看你這套 我會覺得 你在說什麼 我又不覺得 完全不知道在說什麼 但可能有少許找人犯法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和樹齡看的東西 我觀念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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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套出色的地方 我看上去的那些戰鬥是OK的 蛤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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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Gings 大家都知道她現在是機革牙機 她比率上前年還挺貴的 好像中二病 戰鬥其實不差 但你到這裏 中二病 中二病的戰鬥畫面 中二病的網上戰鬥 中二病的網上戰鬥 我覺得中二病的戰鬥畫面很遺棄 但這裏還遺棄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 OP可以播一次 裡面幾位角色 出現實際招數 我還沒記住 出招數正常 大家和戰鬥有角色出招數問題的單體 這裏 這裏的招數是簡單 即是向前一身 不止一張 第二個人 向前一身 不止一張 第三個人 向前一身 不止一張 這樣說 這樣說 多為正面一點 這樣看 你看Poketmon 都是一些技術 消火龍戰鬥 都是伸一隻五隻手指 這裏是開玩笑的 五指申出 最少女子的未來 應該不是 他拿劍的 但應該這樣說 戰鬥 我現在只可以說 戰鬥的流暢度不高 流暢度不高 你說 特色有沒有 我暫時不敢說 因為五集裡面 現在打了一隻BOSS 唯一的戰鬥場面 就是未來的 所謂的劍技 不是 你也知道 戰鬥場面 只是第五集 第一次 未來 和那隻小A的打 你看到 很凹 你說在他家 那一場 那場 我覺得不差 那場 我覺得也不差 那場是不差 那場 凹是另一回事 但你說 表現那隻怪的能力 我覺得是完全做得出來 而且都見到 未來的戰鬥風格 是有做出來的 反而你說 最流暢 譬如說 他有一幕 是用一些 觸手 觸手 你撕 綁住手 他綁住手 是動不了的 但他的血 他把劍本來向上 所以 那一幕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那場 是打得好的 但是你說 之後 你說打妖夢之王 之前還有一場 之前就是 當男主角的沙包 打那些追逐戰 我覺得做得不錯 一般的那些 我覺得做得什麼 例如說 男主角走到出學校外 不斷扔東西 給你主角斬 例如說扔水桶 那些 我覺得那些 那些精神的表現 我覺得 表現到 女主角的 用那種劍 的熟練度 是很高 就是 一些很快速 扔過來的 好 不如你見技術來 是拿子彈的 或者水桶的 應該這樣說 看戰鬥畫面 應該看兩種 是 你說那種 就是 表現 質感的戰鬥 那種 可能是 質疑人家所說的 是可以合格的 但是 另一種 就是動態方面 甚至到現在 表現得動態最好的 就是 木乃伊 那隻細掛 其餘 其餘之後 所有的戰鬥 所謂的動態 其實現在是暫時 我覺得未去到合格 先 如果跟妹妹 打的場 不合格 不合格 因為跟妹妹 打的場 其實都沒有什麼進攻過 沒有什麼進攻過 她一直都是被妹妹打 所以 要靠妹妹去動手 但妹妹沒有動手 我覺得她的武器問題 第三點 那種迫力的事情 其實京蛇做迫力 其實京蛇做迫力 其實一向都弱 好像到秋仁覺醒那一下 其實 表現那種 破結 即是 施破結界那種 的表現 震撼到 不行的 我覺得她做得不錯 不知道我是否因為看今世的 有其他戰鬥法 我們現在去玩比較 告訴她 什麼叫做迫力 什麼叫沒有迫力 不是不要緊 這個 我一個人也沒有看法 但是 以對方來說 就是 你戰鬥感 你要表現力的表現 就是剛才我們說 震撼就是要你撕破某些東西 給你的震撼和角力 那種 因為我純粹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套戰鬥風格不差 我當然知道 大家主持看的觀點不同 但是 會不會說 你們說到 完全不差 我沒有 我就覺得有這部 我也是說 以那三點來說 某些地方是有些做到的 真的 但是她是否全套都做到這件事 我可以說不是 但譬如說 如果說戰鬥 說多一點點 例如說 列車上面那場 她化身 不是有一個 類似大的 呼嚕骨頭 那一幕 是 她把血劍身長再爆 那一刻 我覺得OK 但是 那一幕 OK 那一幕 這類型的戰鬥 其實這一種動作 其實是一種省錢的打法 是 省錢打法 其實那部很流灘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應該這樣說 在戰鬥動畫裡面 所有放大絕的招 其實是一個省錢的做法 大部分 大部分的這些動畫來講 所謂的大絕 其實是一個省錢的做法 為什麼經常都要出大絕 要錢 那招不是 因為角力 角力是一個最難處理的戰鬥 也是最難處理得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 所以我們 為什麼說戰鬥 很多時候會說 什麼一閃流 空間感 力度那種表現 就是因為 這些東西 其實是在角力裡面才看到的 如果大家 在你站在左邊 又說站在左邊 你站在右邊 你們突然間出電磁炮的角力 其實是不會覺得有迫力的 因為他沒有一個立體感 或者你 很難角力的 有些東西 所以戰鬥其實 我會好看這些東西 你應該這樣說 我不知道其他主持 因為每個人的定位不同 可能我看得少 如果是 我一來 盡量很合股地開 最後可以拿 經濟以前的作品去比較 我覺得他不行 我純粹拿經濟以前的作品去比較 算是他做不到經代機 他做不到經代機 我不記得他喜歡 中二病 我完全沒有看經代遊戲機 中二病 我又看過 中二病的戰鬥迫力 要沒有 是沒有 你見過了 就像那些怪物 即使看完結後 他怎樣 但破結界那場 我覺得不是很差 男主角妖夢化的那幕 就是 要集合三個人的力量 也解決不到他的時候 那幕我覺得戰鬥有不同 其實那一幕是靠Effect 迫力是沒有的 那三幕其實你一博人認識他 只是一兩角 都是這樣說 其實現在很難這樣說 因為十二畫一季 其實很簡單 第五集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第五集了 OK 我們看看完結 究竟我們應該當他是一部什麼動畫來看 可能最後一口茶在報室聊天 你忘記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只能當他輕鬆向他看 好了 二套到這了 我們下次回來繼續